据央视新闻消息,5月20日,江西桂西文芳镇明德小学发生一起吃水果刀商人案件。 桂西市公安局发布警警通报,2024年5月20日12时旭, 国市文芳镇明德小学发生一起吃水果刀商人案件,犯罪嫌疑人潘某某女。 45岁,桂西市人已被公安机关控制。 案件造成6人受伤,其中2人经抢救无效死亡, 4人无生命危险,另有6人在躲闪中轻微擦伤。 目前,商员救治、案件侦办等工作正在进行中。